3月26日中午,无量点对点包车大巴抵达福州 首批209名湖北籍务工人员访容复工 其中,襄阳市196人,宜昌市13人 湖北是我们福州务工人员来源较多的地区 大致我们测算,大概将近有8万到9万的湖北务工人员在福州 所以这些人员,应该今年疫情期间 对整个的全国的抗疫情,他们也做出很大的贡献 所以我们这时候,应该是非常热烈地欢迎他 高远中表示,当天抵达的湖北籍防港务工人员 大部分为福州市电子、纺织、钢铁、电力、汽车制造等重点生产企业的业务骨干、技术骨干 全部持有湖北健康码、绿码 他们都持有湖北的绿码,就健康码,绿码来 第二个在福州,他们在企业里面,有些有集体的宿舍 就是我们一般不分散到小区跟村庄里面去居住 第三个来福州之后,我们会马上县市区指挥部 安排进去核酸检查,陰性的就可上岗 不需要,就是说不需要隔离14天 人群中记者见到了来自湖北襄阳的王倩倩 她已经在福州工作了8年 此方,乘坐22个小时的大巴从襄阳回到福州工作 她表示非常开心 终于可以减轻一些压力,比如说家里面有时候 上游老那种下游小啊 然后家里面就是说没有收入的时候 就是那种特别难受啊 就终于出来能够 不管怎么样就是能挣点钱啊 然后跟同事啊,领导他们相处啊 然后就觉得 可能存在比较有价值吧 家里面就是说门都不能出啊 那时候封闭的时候 为了关爱湖北籍员工 福州市于2月7日率先出台 为返乡滞留湖北的务工人员流感流星的政策 汇集1万多名湖北籍务工人员 接下来,福州市还将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和健康管理条件 对接湖北省未实施交通管控的低风险区人设部门 在做好疫情防控和健康管理的前提下 通过包车包裂等方式 接湖北籍员工反感 我们大概今天到了116 给我们真正是给我们在复工复产方面 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推动力 他们这次回来我们特意准备了宿舍 我们昨天晚上就整出来一层 给他们这些湖北籍的员工 招门来一层安置 然后政府可能一两天就马上安排核酸检测 然后核酸检测和核酸我们就可以安排上岗